来 瞧一瞧 瞧一看啊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快过来瞧啊 小小 有什么好东西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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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七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看给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老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啊 来我 找死不成 居然竟敢得罪这小魔王 这一末倒大霉啊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她不闪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剑人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别了 可不是吗 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好 前人 我敌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已给你真的堕下来 哼 星星竟如此恶毒 鸡尾如此行径 你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 爷爷 那是他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爷爷 他们欺负孙女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真不小啊 谁啊 帅哥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做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斗宗强者 一个小小的罗家 被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难 斗 斗黄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黄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冲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想要带回去 爷爷 我不走 你一定要狠狠地 大人去 是 爷爷 爷爷 来 来 走 走吧 太阳了 这几人到底是不来的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冲动吧 空间冲动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黄小子 好 空间冲动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须此行了 来 哎 头儿 有新鲜货色来了 这娘们可真水灵 好久没有看见这种极品货色喽 抓了些给帮主 肯定能讨帮主换新啊 帮主那些女人都美多了 走啊 走吧 哎 少爷 难道就这么算了 哎 别走呀 大美人和小美人啊 聊下来陪我们玩玩 这还算大人吗 真没中 哎呦 白侠里这两个小美人 跟了这么个闹钟 哎哎哎哎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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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朋友 此处是专为窦黄强者所设 若是实力不够的话 还请一旁排队 老先生 以你不到五星窦王的实力 如何分辨来人是否是窦黄强者 不知先生名讳 还请见谅 敢问 阁下是哪方势力的客卿 严肖 自有人 严肖先生 您想必 也是冲着黑皇城拍卖会来的吧 能否进去了 自然能进 不过 如今城内人满为患 想要寻到住处颇为不易 我黑皇宗 有一处专为强者所备的落脚之所 严肖先生 拿着这枚令牌 前往城中心的黑皇阁 便会有人为您 以及二位姑娘 安排歇息之地 多谢 对了 严肖先生 先前那些人虽是些渣子 可他们隶属的奎廊帮势力可不小 还请多加小心 多谢提醒 这七年 难道已经是斗黄了吗 如此年轻的斗黄 难怪他刚才能一招之地啊 这七年 难怪他刚才能一招之地啊 什么小的年轻 他竟然是斗黄 速将此人之事禀告长老 是 严肖 黑脚域内 似乎没有这样一号年轻的斗黄将者 就让奎廊帮去试试水吧 小子 我这儿有笔账 要找你算清楚 葵 葵帮主 让开 是你小子 在城门口伤了我奎廊帮的人 一群渣子而已 被打伤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 小子 你可知道被你打断守的 是我的轻侄子 那是他活该 今日你若能搬出一尊 让我忌惮地施力背景 那这个亏 我就认了 不然 不用试探了 我们是独自三人 背后没什么施力 好强啊 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名杜皇 是啊 这次他不能踢到铁板了 这小子实力如此恐怖 这次真是瞎了眼了 这小子实力如此恐怖 在下记不如人 这恩怨我记在心中 这恩怨我记在心中 日后再来讨还 惹了事就想跑 接他三拳 接得过便走 接不过 我可以接他三拳 不过这么小的女娃娃 要是被我打死 你可别找我麻烦 动手吧 不用留手 被邓门 救我 走 对一个小女孩出这般重手 阁下是不是过分了点 少宗主 朋友误会了 在下黑黄宗少宗主墨衙 是这黑黄阁的管事人 这位小姑娘可不是寻常者 若是在下不多出一份力 恐怕会和魁刹一般狼狈 既是管事 为何先前她来找麻烦时 你不出手 这位朋友 在黑角域有些小冲突 再正常不过 还请看在黑黄宗的面子上 将此事割下 如何 算了 此处不宜争执 不行 这黑黄阁还隐藏着不少高手 真要动起手来 对我们不理 知道了 奇怪 你小一仙的性子 怎会就此罢休 这次便罢 不过奉劝你一句 不要随便就被人当了枪使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 不妨由在下来充当向导 带各位去房间 也算是为先前的失礼赔个罪 此等小事 还是不必麻烦邵总主 不知朋友明慧 以后若遇上麻烦 尽管来找我 在这黑黄城内 在下还算略有薄面 言霄 邵总主 既然事情已解决 我们便先告辞了 哼 厉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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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莫 莫少 就这样放过他们了 那你还想怎样 我是让你来试探对方底细 你已经蠢到直接动手 莫少 我 如此绝美佳人 怎么能轻易放过 趁墨牙出现了巧合 奎狼帮赶上门挑衅 只怕是受他指示 要小心黑黄总 你为什么不出手 干掉那个家伙 如果是采灵姐 一定不会放了那家伙 毕竟这里是黑黄宗的地盘 不便直接动手 但若他心生歹意 那就活不过三天 你下毒了 炼丹我不如你 但这毒术 你却是远不及我 这花也有毒 这是吞魂花 它散发出的香味 能致人昏迷 毒室的奥妙之处 果然非比寻常 这么一株不起眼的花 摆在这里 谁能知道竟还有这般效果 将这个府下便不受影响 出门在外 谨慎点总是好的 味道还不错 那墨衙看你的眼色 有点不对 他若真有这胆 我便彻底废了他 还为刚才那事上心呢 那个墨衙 实力也就六星多黄左右 不过他修着斗技 有以利泄利的几秒之效 你们用上全力 大义之下吃了暗亏 下次你直接下狠手 我就不信 那家伙能将你的力量 全部卸掉 敢让本小姐 出这么大的仇 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 我想 会有这机会的 不管怎样 还是小心点吧 这里毕竟是黑黄宗的地盘 而且我隐约感应到 这黑黄阁内 还有其他斗宗强者的气息 看来都是冲着菩提话题闲来的 日后行事得更加小心了 这黑黄城如今强者云集 烧出差错便会有无尽麻烦 今日天色不早了 先休息吧 明日我还得动手炼制丹药 到时候还需要你们护法